遇着打大风,东铁又突然停洗 又没有接驳巴士,怎么算好呢? 有乘客索性不下车,边休息边等消息 离开车厢都被逼滞留 不少人选择在大围站打地铺睡觉 乘客怒火难平,港铁就解释 在东铁线沿线有大树倒塌 令大埔附近的架空电纜损位出现跳电 三班列车停在大学站和大埔区站之间 要由机车拖头,拖到大学,大埔区和火炭站 港铁强调,当时打9号风球 所以安排不了接驳巴士送乘客离开 为什么不能继续将乘客运送到目的的东西 因为当晚看到天气的情况非常之恶劣 而对于我们的架空电纜 这些树的倒塌影响也非常之大 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在那里 是能够继续安全地营运我们列车的服务 所以我们是发觉到最安全就是将这些乘客 能够安全地运回到一个车站 港铁并没有就事件致歉 重新乘客留在车站是最合适的安排 港铁承认有职员特事特办 给乘客乘客搭的士离开 但是就没有交代受影响乘客人数和赔偿安排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张家恒报导